红锦2中心灵信标优缺点解数 心灵信标是有理秘密开发的精神控制装置 所属方为苏军阵营和有理阵营 在完成建造后能够使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处于隐身状态 且能够在超远距离就探测到敌军的进攻目标并以虚线标记出来 也能够轻松识别间谍的伪装 可以发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场来控制其影响范围内敌人的心智 但只能够控制一个无法控制多个 想和我一样玩多个版本红锦 只需打开浏览器在网址来输入 紧接着按回车键进入 进来后直接在搜索栏搜红锦多个版本的红锦就全都出来了 还有防守地图包也有 被摧毁或变卖都会有多名步兵逃出 也能够延伸建造其他建筑 但依赖电力支持建造后 三个耗电量为100 一旦断电就会失去作用 且会被工程师所占领 很快 救急 谢谢大家